香港 東方的一火明珠 它的光芒照耀著七百萬的香港人 這裡新機儲儲,充滿活力 明珠西面的屯門 有一座押納了二十五年的中學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在四分之一個世紀裡面 有無數人在這道門進進出出 但在進與出之間又代表了什麼呢? 在今集 我們會以伍丁媽的角度去探討這個問題 會考 對每一個香港的中學生來說 都是一個必堅的階段 一指成績單 每每就是量度一個中學生成功與失敗的一把尺 究竟什麼是成功? 什麼是失敗呢? 今集,就讓我們一起談成功 論失敗 在這個回口成績之後 每個人都會有著不同的心情 不知你的心情如何是怎樣呢? 嗯? 你喜出望外 是欣言接受 是心亂言話 還是悔不當初呢? galv 屍然湯 不妙 在可惡 為何突然黑替 全刀 教他們 嫣儀 無論最後的結果是怎樣? 絲頓 我們五丁班的同學 都會好像其他辛亥年的學生一樣 積極去面對 在人生的旅途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步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终点 人只要继续在旅途上 追随着自己的理想 成功与失败 和会考成绩 还会有什么关系呢 向着各自各的目标进化 不过无论将来我们的职业是什么 新海年永远都会是我们心里永恒的家 就 就 我 地 朋友 哥 记得记得记得 我姐 老师 请继续跟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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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